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 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平均数的信赖区间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先介绍大样本的状况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 区间估计的一个概念 前面我们介绍过了点估计 我们是一个点 来去估计一个量 那么其实 这个基本上来说 当然不是非常的准确的 因为要一个点要完全重合 机会是非常的小的 那么我们介绍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以点的方式向外扩张 向外扩张的时候 我们来估计 就是估计的这个位置 是在一个段落 就像我们要约 我们要跟同学去约一个时间 我们约12点整 基本上来说 不会是刚刚好 一分一秒的不差 我们可以说的是 11点50到12点10分之间 那就是一个区间估计的概念 那么点 把它改成了一个区间 上来说的话呢 那么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所谓的区间的估计 那么所谓什么叫做信赖区间呢 信赖区间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用X bar 来估计这个μ的位落点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 把这个几率考虑进去的话呢 所谓的95%的信赖区间 就是说 我们有95%的几率 这是几率 就是说 我们有95%的信心 我们有95%的信心 μ会落在这个位置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是最常用的是 95%的这个信赖区间了 那当然也可以 把它缩小一点 90%的 那么都可以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建立了一个 叫做区间估计的概念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 X bar的 这个抽样分配的信赖区间 首先我们介绍 第一种状况 假设母体变异数 sigma平方是已知 基本上很少是已知了 那我们还是要 就是列出来 让各位同学看 统计量 这是大样本 所以 它的信赖区间 我们的α值的一半 这边是我们的 X bar减掉μ 除以它这个抽样分配 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物 然后呢 再各位同学看 这就是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我们有9乘5的把握 例如说这样 或者90%的把握 它会落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我们就直接 把它列为公式来看 首先 因为这个地方是α 2分之α 这边是2分之α 总共有多少呢 是α 所以100%减掉α 就在这一段里面 那么这是什么 z2分之α 这是负的 z2分之α 这是我们的 调整的公式 我们把条件 放到这个中间来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的什么呢 左右各加一部分 这右边是加 左边是减 当这个μ的话呢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几率 是1减α 于是我们就说了 左边这个数字 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的下限 右边就是我们信赖区间的上限 就直接利用这个公式 就可以直接推算出来 它的信赖区间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说 母体变异数σ平方 未知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 那其实也非常的容易 直接用s来取代σ就可以了 直接取代σ 那么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大样本 我们仍然是使用的是z值 如果是小样本 当然我们后面会提到 要用t来修正 现在的话呢 要算的是 信赖区间的话 很重要的是 z2分之α 我们要会查表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要熟悉 这个叫做常态分配表的查法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 如果说是95%的信赖区间 请问z2分之α是多少 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是常常用到的 既然是95%的信赖区间 各位同学看 那这边是多少呢 这边是0.025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多少 一半 减掉0.025 0.475 好 我们来找找看 z等于几的时候 z分二分之α 在这个位置 多少的时候会造就 0.475的面积呢 我们查一下 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是1.96 来我们框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的落点是多少 0.475的落点 就是1.96 常常用到的 这是常常用到的数字 第二个 如果说是90%的信赖区间 所谓90%的意思 就是这边有90% 那么外面就是1% 那这边就是0.0几呢 0.05了 那这边是多少 这边就是0.45 那我们现在来找 在z等于多少的时候 会0.45呢 诶 这个两个靠近的很近哦 0.45 因为我们这边到底要取 1.64还是1.65呢 我们发现两个中间 我们公平一点 我们就固定写了 1.645 这样子的话呢 是我们落点在中间 不偏0.404 也不偏0.05 那么就在中间就可以了 来我们来算一个 信赖区间的一个简单的题目 现在我们想要估计说 某一家科技公司的平均月薪 用的是 当然以前是用点估计 就用x bar来算 这是点估计 现在我们希望算的是 一个区间 它落点在几到几 好 那我们现在今天 我们抽的是几位呢 100位 100位 n就是100 x bar是知道了 那么标准差也知道了 求95%的信赖区间 95%的信赖区间 那么z值是1.96 好 这个地方1.96 我们刚刚查过 现在我们就直接写出了 下限以及上限 95%的信赖区间 就是以x bar为中心 左右来推算 这是1.96 这是s是38 除以根号n 根号n是100 除以就是100的平方根 那就10了 来我们写出来 38除以10 乘上1.96 用41205 加减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40460到41949 我们有95%的信心 这个mu是落点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来说是很准的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常态母体平均数的线赖区间 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刚所提到的 Sigma一致 当然 Z分配来处理 Sigma位置呢 那当然就用S来取代Sigma 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的话会提到 如果用S来取代Sigma 要用T分配来做修正 可是这个地方是因为是大样本的关系 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这个T值跟Z值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就不用去查那个T表了 因为T表也没有 我们当然可以查了 就是100以上 像那个数字的话 那表我们最多最多 也到了差不多三四十而已 所以的话呢 那个地方还要用Excel来算 很麻烦 基本上用Z值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Z表来做 就可以了